你必须明白,要走的人你留不住,装睡的人你将不行,不爱你的人你感动不了,如果想念你,他会找,如果想要你,他会说,如果在乎你,他会真情流露,如果这些都没发生,那么他就不劳你费心了,其实,谁喜欢你,你能感觉得到,你喜欢谁,他对你爱不爱,在不在意,你也能感觉到, 有时候,聪明如你,傻就傻的习惯欺骗自己,承诺了不该给的承诺,坚持了没必要的坚持,爱情这件事,勉强不了,住不住,你心里的人就放他走,一走不进的世界提前掀掉头,茶凉了,就别再睡了,再睡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,人走了,就别再留了,再留下也不是原来的感觉了,情没了,就别回味了, 再回来也不是原来的心情了,慢慢的都会远,渐渐的都会干,拥有时好好珍惜,离开了默默祝福,人生的旅途,没有人是应该要陪你走到最后的,不适合的鞋子,就不要硬塞了,磨的是自己的脚,打电话对方不接,就不就一次又一次重播了,珍惜你的人会第一时间打来,搬走的餐厅, 就不要打老远过去吃了,你的时间不能一直花在追随的路上,所有人和事,自己问行无愧就好,不是你的别别抢求,反正离去的,都是绷紧,留下的,才是人生,如果主动跟你分手的人,在短时间里找到了新人,不是因为他们真那么好,而只是因为早有目标, 所以才把你当就鞋子一样甩掉,什么不想拖累,什么不适合,都是骗人的,无非就是喜新验旧而已,真正相爱的人,有再多借口也不会分手,因为永远都是正爱着,而是不是爱过,有人就珍惜,无人就放手吧,别累着自己,把自己过得像王后,你才能吸引国王,你是怎么样的人,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,拼命对你, 每个人好,生怕做错一点,对方就不喜欢你,这不是爱,而是取悦,分手后觉得更爱对方,没他就活不下去,这不是爱情,是不甘心,当一个人回复你的消息很慢,或直接不回时,别担心他出了什么事,他只是在陪比你重要的人,或者在做比你重要的事,再长的路都有尽头,千万不要回头,在快乐的心都有烦恼,千万不要回头, 要在意,相爱其实并不难,难的是要各对的人相爱,爱对人,永远比爱上人更重要,我们永远不会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幸福,也永远不会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痛苦,离开永远比相遇更容易,因为相遇是几亿人中一次的缘分,而离开只是两个人的结局,人的感情就像牙齿,掉了就没了,再装也是假的,爱情,本就事件, 命去勿烂的是,急不得,有爱情,别全新对待,没有爱情,也一个人欠你,人可以做配角,但一定要懂得做配角时的主角,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,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,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所有的交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